Hello 大家好 鑒于最近有一位同学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在这里讲解一下 那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看次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 x 的 3 次方等于 8 那我们求回 x 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啦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那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最简单的我们会知道 我们 2 的 3 次方就是 8 那 x 就是 2 那便答完了 那不是的 为什么呢? 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那是因为呢 我们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x 的平方如果是等于 比如是 9 的话呢 那同样地 我们用同样的思维去想 我们会知道呢 因为 3 的平方等于 9 那所以 x 就是 3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会发觉 哎 这边其实答对了一半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负负得正 那所以呢 原来我们负 3 的平方呢 都会等于 9 的 那所以呢 原来的 x 是可以等于 3 也是等于 3 的 对不对? 之后它有 2 个根 那同样地 哎 那 x 的 3 次方就等于 8 那其实呢 我们要知道呢 其实它应该是会有 3 个根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它分解了的话呢 它会变成 x 减 a x 减 b x 减 c 等于 0 这样的 就是化作 0 因式的话呢 那我们会知道 如果写成这样 a b c 就是 x 的 3 个根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乘在一起呢 我们会发觉 最高呢 那个 x 的次数就是 3 次 对不对? 那 即是同样地 我们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 同样地 如果我们有 4 个根 那乘在 x 最高就是 4 次 对不对? 5 个根 那乘在 x 最高就是 5 次 对不对? 那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说 那 x 呢 是多少次的话呢 那就应该有这么多个根 才是适合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 从这个例子当中 x 平方 那个根呢 x 平方等于 9 那那个根呢 就会有 2 个根 就是 2 次 这个 2 次 有 2 个根 就是正负 3 那同样地 那个 的问题呢 那个疑问呢 就是 x 的 3 次 方 它应该有 3 个根 但是我们只是找到 其中的 1 个 就是 2 了 那剩下 2 个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个才是 那个问题呢 那个的精髓了 那到底怎么找呢? 那当然了 要解这个问题呢 那首先呢 其实是要知道 什么叫虚数 那些的情况先的 或者是幅数 那个的情况 那当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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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大家知道呢 x 的平方等于 负 1 的话呢 那 那其实是没有这个 实数解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会定义了 这个 这个 就叫做 i 了 那所以这个 i 的平方等于负 1 i 就是所謂的虛數的單位 這一方面我們先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知道 x 實數解不完 所以我們將它表達為一個複數 x 我們知道複數應該是 a加ib的形式 我們先用這個方法 我們用這種形式去解 其實慢慢解是解到的 我們只要寫得出這個形式 再解下去其實就不難了 因為為什麼 我們知道x 等於這塊東西 那是不是就是說我們知道 x 的三次方是會等於什麼 就是等於a加ib的三次方 對不對 那我們從題目當中 我們會知道x 的三次方等於8 那我寫在這裡 我等於8了 對不對 這樣的話我們就剪開它 這個其實無論多少次都好 這個也是一個二項剪開的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怎樣剪的 我們就當大家懂得去剪開了 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得太仔細的話 我們這個太長時間 我們就要剪開了 我們在這裡剪開了 剪開了就會是 a的三次 就加這個3的 a兩次 ib的一次 再加3 a的一次 ib的兩次 然後再加這個 這個是ib的三次 這樣就等於8 對 這樣大家會發覺 喂 不可以數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有兩個未知數 我們只有一條色是解不到的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辦呢 不要緊 我們先撿帥仔它 因為看上去已經很繁複了 對不對 我先撿帥仔它 那怎樣撿呢 很簡單 就是撿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i的平方是等於負1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如先化一化它 可以令到某些i就不存在 對不對 那就是說 a的三次方 就加我們那個 第二項我們照寫先 3a的平方 ib照寫先 跟著 i的平方是負1 那我們負好放在前面 3ab的平方 對不對 那跟著 這個i的平方又是負1 那我們呢 又是把負拼在前面 那 剩下i呢 剩下一次的了 那 b呢 依然是三次的 對不對 那等於8 對不對 那去到這個地步呢 都依然是這麼複雜的 對不對 那不要緊 我們不如呢 就再拼好一點 對 實步還實步 虛步還虛步 有什麼叫虛步啊 有i扯著的就是虛步 對不對 那就是說呢 我們會發覺 第一項和第三項呢 會是實步的啊 對不對 第二項和第四項呢 都是有i扯著的 那是虛步的 那我們分開兩批東西的了 那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A的 啊 這兩個都有A 那我們先抽個A出來 那這裡會剩下A的兩次 那這一塊呢 會剩下-3B的兩次 對不對 那接著 我們呢 就會加這個呢 就是 虛步呢 這個我們可以抽IB出來 我們可以抽IB出來 那會剩下什麼呢 剩下這項呢 剩下這項呢 就是3A二次 那後面這一項呢 會剩下的 剩下的 剩下的B兩次 那就等於8 對了 那當然要續了 去到這個地步呢 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呢 很可愛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寫了這種形式呢 其實前面就是實步 後面就是虛步 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它是等於一個實數 那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後面呢 即是說呢 其實虛步是不存在的 對不對 那怎樣令到虛步不存在呢 很簡單而已 兩種情況 第一種我們就是讓B 等於0 B等於0 那後面那個東西 就是整個0了 那就剩下實步了 對不對 那另一種情況是什麼 另一種情況就是什麼 另一種情況就是 剩下都是0的嘛 都是可以弄走那個虛步的嘛 那我們就可以得出 剩下實數了 對不對 那 那你先看吧 我們先當B是0 那B是0的話呢 除了後面那個東西死了之餘 那這個B呢 也是0的嘛 那這個東西都死了 那我們會剩下A乘以A的平方 就等於8 對不對 寫出來吧 A的三次方等於8 那就是 對不對 因為這塊倒在B呢 都沒有了嘛 A乘以A的平方 就是A的三次方 是不是 那右面等於8 那A的三次方等於8 但是呢 這裡呢 我們發覺跟個題目 跟個題目很差 X的三次方等於8 但是呢 就不同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說了我們是把x寫成這樣 即是說a現在是實數 x是幅數,但是a是實數 如果a是實數的話,確實這個情況下 a只能夠等於2 當然我們知道 a等於2,我們剛才說是b等於0 a等於2,b等於0 所以x是等於2加i0 即是2 搞這麼多東西,我們早就知道2是x的其中一個根 搞這麼多東西,為什麼呢? 不是,重點在哪呢? 重點在另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我們說3a的平方 減b的平方等於0 是不是?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3a的平方就等於b的平方 即是3a的平方就等於b的平方 是不是? 對不對? 那同樣地,後面的虛報也是死了 那剩下前面 我們再寫多一次 這個,即是a 國和a平方 減3b平方 等於8 就是這樣,因為我們後面的虛報死了 所以我們呢 就會剩下這一塊的 是不是? 即是前面照抄的 那當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覺 我們呢 就有兩條色的了 兩條色呢 兩個的微知數呢 那我們是會解得到的 是不是? 那我們繼續做下去就會知道的了 那很明顯啦 我們這裡已經有個b平方 我們就這樣倒進去都已經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 那不要緊,我們逐步逐步來吧 那我們可以試試 那如果是講的a 這個確和a平方 就減這個3 後面b平方 我們換了做3a平方 3a平方 對了 我等於8 是不是? 那繼續計 那繼續計我們會發覺什麼? 會發覺是 這個會是 這個會是 a的 3次方 就會減這個呢 就是 3,3就變成9 那跟著a的3次方 就等於 8 是不是? 那這個呢 a的3次 減9個a的3次 就是什麼? 那就是 負 8 個a 3次 等於8 那我們就會發覺 發覺到什麼? 發覺到 這個我們 約一約它 那我們這個 a的3次方 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負1 對 對 A的3次方 就等於負1 同樣也是 A我們說的是 一個實數 所以我們會 求到 A是什麼? A 其實就是 負1 是不是? 負1的3次方 就是負1 是不是? 這樣 如果我們求到 A是等於負1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代替這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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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求到 B了 是不是? 負1的平方是1 那是什麼? 即是 B的平方 是等於3 然後 B呢 B 等於什麼? 正負 開放3 是不是? 那我們解釋到這個地步 我們會發覺 A和B 我們都找出來 那麼 我們的X 我們的X 是等於A加Ib 所以 X 是等於 A是負1 然後 加 呃 即加減I 開放3 那